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原定明年7月借铃退休的高雄市警察局局长何明周,确定将提前一年在本月退休。 消息传出,境界都敢错愕,何明周私下透露,纯属个人生涯规划,将到有人的上市公司任职。 在境界有素窃活式称炮的名探,现任高雄市警察局长何明周,原本明年近零退休,不过,近日传出他已向高雄市政府、竞争署、全续部等单位提出退休申请,预定7月16日提前退休,为近44年的景职生涯画下句点。 65岁的何明周市警员出身,中央警察大学行政警察科47期毕业,曾先后担任台北市警北投、市林、大安分局长、云林县警局长、竞争署教育组长、清北市警局副局长、竞争署警政委员、竞专校长。 去年9月21日接任高雄市警局长,何明周拥有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硕士学位,30多年前在台北市行大担任素窃组长,钻研犯罪防治,后来取得警大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学位。 2016年担任警专校长期间,更筹划亚洲首座速写专业教室,破解许多行切剂俩,速写能力。 文明警界和明周原定明年7月借铃退休,不过,最近突然萌生退役,向警政署提出提前退休的报告,和明周原本低调打算在下周一才公开此事。 未料消息提前曝光高雄市警界对局长要提前退休一事议论纷纷,那么他为何提前请退? 和明周透露,纯属个人生涯规划,将到朋友的上市公司任职,和明周表示工作有第二春,才申请提前退休。 他说,本来也考虑想要做到满,可是,认识二十多年前的朋友公司最近工作出缺,不能等他到明年,他挣扎过一阵子,觉得我已经是劳活仔,要找第二春并不容易,才决定提前退休。 稳定提前退休的报告